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修学什么样的法门 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这么的重大 反倒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学这个法门 它是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大乘经典当中 佛陀常说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我们的生命是由我们的内心创造出来的 偶艺大师说 诸法无性尽随心传 心为名利 一切法驱名利 心为菩提 一切法驱菩提 不管你是不识也好 持戒也好 念佛也好 这个法门本身是无自性的 我们念佛 有可能这个佛号会带到人天的果报 也可能这个佛号会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就是你那个能念的心态会影响到你整个生命的状态 心态决定我们的状态 在冷眼睛讲到修学佛法有两种的心态 第一个你用攀原的心来修学佛法 你的心对于你整个内在的五蕴身心 对于整个外境产生强烈的攀原跟直取 产生一种我法二执 那么这种情况会有两种过失 第一 即便你修学佛法经过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你还是感觉到弟子心不安 因为你的心是住在外境 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 你内心很安定 但是不幸的是 外境是变化的 就像这个空中的灰尘 随夜力而变化 我们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当你住在外境的时候 你的心就随静而起伏 你生命的快乐跟痛苦 你自己做不了主的 是由夜力来推动的 所以你的新习惯性是住在外境 第一个 你永远感到一种没有安全感 第二 你不断地在积极一种生死的力量 也就是说 你整个生命的轮回的力量 不断地在加强 因为轮回的根本 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错误的颠倒的直取 就是十二一元里面的无名 这个无名就是攀原新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死亡以后 我们来生还会出现一个生命 为什么圣人死掉以后 他能够没有生命 他能够进入无生 因为我们的心态不同 所以当我们心态不能改变的时候 我们在整个佛教修学当中 我们顶多做到积极福报 成就一种安乐的功德 当我们不能调整我们心态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可能趋向于解脱 不可能的 你那个生死轮回的力量 永远不会停止的 所以在整个冷眼睛当中一再地告诉我们 你修什么法门都好 你一定要把心带回家 你要找到你整个身心世界 一个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 清净心 一个无言而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 一种清净本然的本性 在那个地方安住下来 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 要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 说你这个人修行是不是上路了 怎么判断 我想我们不会说 因为你一天念了几万声佛号 你做了多大的不识跟持戒 就说你这个人修学上路了 其实不是 因为你搞不清楚 你内心当中是安住在虚妄的攀原心 跟安住在真实的心性 你对心中的主人跟客人 还分不清楚的时候 依我们的标准来看 你这个人还是颠倒众生 你还没有真正修学上路 你跟三宝叫做结缘 你高速公路的入口都没找到 你根本谈不上上路 一个人要真正的能够看清楚 你生命的真相 照见五蕴皆空 然后在我空法空的清净本性安住 从此以后 你跟生命开始保持距离 从无助当中而生心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你这个人修学已经上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认清路头 你找到了生死的关键点 所以在整个禅境双修当中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念佛一定要修常观 改变你的心态 因为你用攀原心念阿弥陀佛 这个整个佛号完全变成一种攀原的力量 阿弥陀佛是一个无量的功德 但是被你的心染污掉了 内心是攀原 一切法成攀原 映光大师说的 本来是摩尼宝珠 这个佛号到你的心中变成一支糖果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大成的禅观 然后破旺显真 真实地找到我们的家 然后从那个地方提起佛号 这个佛号才能够坚固的 这个佛号才能够坚固的